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Follow安卓的頻道 我是安卓 我在之前的影片非常輕描淡寫的說到 Model X以及X有部分車主呢 可能會接到召回通知 沒有想到特斯拉對於美國國家公路安全管理局所做出的召回要求 他們目前的回應是MCU1升級MCU2的金額 從原本的2500砍了40% 1000塊之多來到只需要1500塊 這個消息一出來馬上在美國各大電動車論壇引起不小的討論 其中有許多現任Model S X的車主現身說法 通常特斯拉只要一降價評論都是往好的風向吹 但這次看起來有那麼一點不同 雖然我的車子並沒有牽涉到這次召回以及降價事件 但是一樣身為車主我其實也蠻關注 萬一未來我的Model Y有類似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特斯拉會去怎麼樣處理這件事情 今天影片我要帶大家來看看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其中有一些地方其實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我們話不多說就開始今天影片內容囉 Let's go 這一次事件所牽扯到的車種 包含2012年到2018年之間所產的Model X 以及2016到2018年間的Model X 只要你的車子目前還搭載的是MCU-1的介面的話 都會遇到相同的問題 而這問題的始作用者就是由NVIDIA所生產的一個8G大的小小記憶體 簡稱EMMC 這個記憶體的工作主要是在記錄車子的所有的數據 隨著我們開車時間越來越長 記載的數據越來越多 剩下可用空間越來越少 他就不斷的複寫在舊的資料上 時間一久造成整個記憶體的損壞 進而導致我們的觸控螢幕開始失靈 接觸不良 或者需要常常重新啟動 在2020年美國國家公務安全管理局NHTSA 就收到了超過1萬件以上的投訴以及索賠的案件 而他們也開始針對這個缺失啟動調查 有些人可能會說不就是一塊記憶體嗎 把它給換掉不就好了嗎 但事情沒有想的這麼簡單 主要是因為這個記憶體它是焊燒在主機板上面的 所以呢 與其只換記憶體其實是更換整個主機板會容易的許多 而特斯拉在過去這兩年也提供MCU-1的車主 可以自費升級到MCU-2 好OK 現在問題就來了 並不是每個車主他們都想要升級到MCU-2 最主要是有些人他並沒有購買Auto Pilot 而當時的MCU-1它裡面內建有Radio的功能 像AM、FM 但是MCU-2呢 他們反而把收音機的功能給拿掉 現在大家可以用的收音機是網路收音機 而且只有部分的FM頻道 所以部分有需要用收音機的朋友 反而在花錢升級之後沒有了這個功能 而很多早期購買特斯拉的車主 他們並沒有購買全自動駕駛 所以這個升級對他們來說呢 很多車主反應是功用不大 但是對於這些不打算升級的車主而言 觸控螢幕失靈這個問題卻是無法避免的 根據NHTSA的報告指出 這個記憶卡損壞通常會在你開車4到6年左右的時間 將會開始陸續出現 所以現在2021年許多在2016、2017購買Model S的車主 你們的觸控螢幕將會開始陸續出現問題 而這個問題呢 就是我們剛講的EMMC這個記憶卡所導致的 而特斯拉面對NHTSA所做出來的調查結果 他們的反應是 針對2018年3月以前出廠的Model S以及X車主 EMMC這個記憶卡的部分 他們做了延長保固來到了10萬英里 但是很明顯的NHTSA他們認為這樣還不夠 在今年1月他們正式要求特斯拉必須進行全面的召回 這個召回將會牽涉到特斯拉15萬8千輛左右的車子 佔了他到2020年之前出廠的車子 總比例的10%左右 而特斯拉如果不願意進行召回的話 他們必須要在1月27號給予非常完善的答覆 那接下來就要看之後要怎麼走了 不過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特斯拉把升級的這個部分做了非常大幅度的降價 希望有更多的車主可以自願去做升級 同時順便解決這個EMMC所造成的問題 而特斯拉目前這個答覆是我個人最出乎意料的部分 因為在我心目中特斯拉他們的形象就是以安全至上 這四個字為主嘛 所以我本來以為特斯拉應該會毫不猶豫的 就會答應去履行這個召回的通知 車輛在美國進行召回是一件在平常也不過的事情了 最近一個比較大的召回動作就是在福特 他們剛發布了一個針對北美地區 總共超過300萬輛車的召回令 主要是針對安全氣囊的部分 而這個召回令呢 將會導致福特損失超過6億美金 但是沒有辦法 只要是跟安全相關 即使你的車子在保固以外 只要美國國家公共安全局要求 所有的車廠基本上就得要照做 不然就會收到非常巨額的罰款 所以我可以說啦 車輛被召回真的不需要太擔心 應該要擔心的反而是 如果車輛發現有問題 但是車廠卻不願意進行召回 這個才是各位車主應該擔心的部分 我相信有在開車的朋友 應該多少都有聽過 這一個關於安全氣囊所導致的召回令 這個高田公司所產的氣囊裡面的化學物質 因為長時間跟空氣的接觸 會導致它的爆炸的威力 比原本設計的還要高了許多 而導致許多駕駛人的傷亡 目前光是這個氣囊 就已經造成全球有超過27人的死亡 所以它導致了 美國史上最大的召回令 光是在美國就超過6000萬輛車 需要進行召回檢修 而全世界呢 更是高達超過1億輛車 所以如果車輛接到召回通知 真的不需要太擔心 像我手上現在就有一份Prius的召回通知 針對它的軟體的部分要進行更新 只要跟安全相關有疑慮 而各個車廠願意散盡責任進行召回 各個車主應該反而感到安心才對 但是特斯拉這次針對NHTSA所提出的召回要求 所做出的反應呢 對我來說是有那麼一點意外 當然我可以理解特斯拉做出這個決定的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個當然就是想要盡可能的降低成本嘛 與其免費進行召回 幫所有的車主進行EMMC記憶卡更換的部分 不如讓這些車主可以自己掏腰包 在升級之餘呢 同時也解決掉這個問題 特斯拉有沒有透過這個升級來賺錢 這個我不敢說 但肯定的是只要有越多車主利用升級這個方式 特斯拉日後即使要進行免費的召回 也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他們的成本 第二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特斯拉的維修能量了 大家知道嗎 在上上週我因為一些問題需要進場維修我的Model Y 在一大早我有預約的情況之下 在維修廠呢外面還是大排長龍 大家還記得在12月底 我陪我朋友去領他的Model 3 領車當時呢 我們馬上就發現一些瑕疵的問題 他回家馬上上線去預約他的維修 沒有想到他維修需要排到3個禮拜後 在1月18號 在維修的前幾天又收到了延期通知 他的維修日呢現在延到了2月2號 也就是說他的新車在12月底領車到現在 我錄影的當下都還沒辦法進行維修 所以可以想見特斯拉他們維修能量 現在正在面臨多大的挑戰 更不用說這158千輛車都需要進行召回的話 哇對他們來說會有多困難呢 所以我可以理解特斯拉為什麼會使用這種 有點以拖待變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情 當然也不排除他們在1月27號答覆NHTSA的答案是 他們要進行召回 這個是我最希望他們做的事情 不過根據一些車主的回報 才在過去幾週的時間 他們進場去處理螢幕觸控的問題 他們是被告知呢 只有利用升級才能夠解決 這些已經過保的車主 他們當時是選擇自費花了2500塊美金 從MCU1升級到MCU2 結果才幾天的時間降1000塊的消息出來 他們去聯絡特斯拉 特斯拉這邊是拒絕補償降價1000塊之間的差額 所以這些車主都很不買 因為直接導致觸控螢幕失靈 就是這個EMMC記憶體的問題 但是他們進場維修 特斯拉並不提供只更換EMMC晶片的選項 反而是要求他們付費升級到MCU2 所以我相信在日後 會有越來越多的車主面臨到一樣的問題 你到底願不願意自費升級到MCU2 如果你不願意花錢升級 根據NHTSA的報告指出 在4到6年之後 你的螢幕一定會發生問題 在那個時候 在極熱極寒的情況之下 你的空調將沒辦法操作 儲物裝置也沒辦法啟動 會影響到你的行車視線 倒車雷達以及盲點偵測等等 都可能會失效 這也是最主要會影響我們行車安全的部分 所以對於這些不想要花錢升級的車主 特斯拉將來要怎麼樣處理這一批人呢 這也是我蠻好奇的部分 因為據我所知 特斯拉他們現在已經沒有在產MCU1的板子了 而如果只是單單要換EMMC上面這個記憶卡 他們反而可能需要花更高的成本 所以我們可能在未來 他們還是得要免費幫這些車主 更換到MCU2的板子 來去解決觸控螢幕的問題 這個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是觸控螢幕失效的問題呢 特斯拉最終還是得要給車主們一個交代 不知道在觀賞影片的各位觀眾 你們怎麼看待特斯拉目前處理這件事情的做法呢 因為根據調查結果 這個問題目前是沒有辦法 透過空中更新的方式來解決 而特斯拉也承認 螢幕失靈這個問題是無法避免的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小小的記憶體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特斯拉還是必須要負擔起這一部分的責任 更不用說他現在可是市值最大的製車公司呢 成本絕對不應該是他們首要的考量 而是他們的商譽 而特斯拉有沒有可能在1月27號答覆NHTSA的答案就是 YES 我們要進行車輛的召回 這個我們就接著看下去 雖然我覺得機會不是這麼的高 今天的影片就先跟大家聊到這邊 歡迎大家在下面分享你的想法 如果我今天的影片對你有一點幫助的話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幫我按一個讚 因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以及支持 還沒訂閱我的朋友也歡迎按下追蹤鍵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們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話題喔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